309特殊造型薄壳 好,那这里呢 我们先做这个部分 好,那这里 我们先点选隐身 好,选择Flow面 好,我们画一个圆 好,圆的直径呢 是60 确定 好,隐身的距离呢 也是60 确定 好,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画这个轴 好,点选隐身 一样,Flow面 好,选择直线 从圆心往外画 好,那这边的距离是 125 确定 好,Ctrl D 好 好,然后呢 这边 的 这个的深度 是20 好,然后呢 它的厚度 是25 好,然后 然后放置在中间 好,确定 好,完毕之后呢 我们先做导原角 导原角这边是R6 好,这边是6 好,然后再做导原角 这边是5 好,这里 这里 这里 这边啊,好,打勾 好,那导原角做完之后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壳 点选壳 这个面不要 壳后 T是3.5 确定 好,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部分 所以点选隐身 选这个面 好,先选参照 然后用直线 从这里往下画 选法向 这个点 到这条线的距离 是25 确定 Ctrl D 好,反方向 深度 是20 厚度 是3 然后 做 除料 除料 好 但这个要在中间 所以点这个地方 确定 好 然后完成之后呢 它告诉我们这边 导原角是1 所以这里 导原角1 好 然后这里 这个边 还有 这个边 确定 然后呢 将这两个做群组 然后做阵列 我们做轴阵列 总共要18个 360 确定 好 完成以后呢 这边 一样点选隐身 这一个面 好 画圆 画两个圆 一样大小的圆 好 圆的直径是4 好 点选法向 然后来这里到这个点的距离 还有 这一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好 这边是42 这边是67 确定 确定 D 做反向 除料 然后做贯穿 确定 好 那基本上 这样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做标系 好 选这个圆点 Z轴朝这边 所以按确定 好 所以第一题题目呢 Z轴 做标为何 好 Z轴是这一个 好 第二个呢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第三个 变更 尺寸 好 来 变更尺寸呢 第一个 圆 好 这边圆没有变 第二个呢 隐身 这一个 长度 也没有变 第三个 导圆角 导圆角呢 这边 也没有变 这个也没有变 好 壳 壳后 踢 有变 好 踢改成 3 好 然后呢 这边的 正列 好 隐身 这个地方 好 隐身 这个地方呢 嗯 H有变 H有变 V有变 V有变 V20 V20 改成25 H3 改成5 好 确定 OK 好 然后呢 嗯 呃 然后这边的导圆角 原本1 R41 改成1.5 确定 1.5 1.5以后呢 这边 完成了 然后 隐身这个地方右键编辑定义 放置 这边的半径原本是 改成8 好 确定 好 完成之后呢 题目问我们Z轴 这边 Z轴 桌标为何 答案是这个 然后体积是这一个 然后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那这一题呢 是309 哦